在丰田地区具有知名度的碧莲寺 不只是当地居民信仰中西 里头许多文物都拥有百年以上历史 在文化局的协助之下 更是把镇店之宝平安钟展示在寺庙当中 从文献里头可以了解 日本人在撤退台湾时对殖民地的不舍 以毛笔书写字迹工整的碧莲寺记事本 记录着百年来碧莲寺的历史 管理会为了让游客来到碧莲寺能够了解其历史 109年与华林县政府文化局合作 将这一句百年历史的平安钟整理展示 从相关的文书资料可以看出 日本人对于碧莲寺的重视 这个平安钟也是呈现我们碧莲寺的 一个既有历史的古钟 这个在早期在35年的时候 他们日本人要遣返的时候 有一天下午有一位老和尚 他是在林田山本宴寺的一位老和尚 背着这个钟到我们碧莲寺来 然后交给我们碧莲寺的这个管 等于过去讲是庙公浪 然后请他们把这个钟好好的保留起来 具有历史跟文化的一个钟 所以我们一直碧莲寺一直就把它保管起来 那今年我们跟文化局特别把它制作起来 呈现在这边让大家来怀念这个钟古钟 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 当时的僧侣为了保护平安钟不受到破坏 特地从凤林被到寿峰碧莲寺 才能够让这一句拥有历史纪念价值的平安钟流传至今 同时也见证了移民村的历史 记者林杰 寿峰采访报道